嗨,你好,我是Yvonne 这支影片要教大家如何使用Obsidian的Plugin Export to Anki 或者是Obsidian to Anki 来把笔记库自动转换成Flashcard 帮助我们记忆学习的内容 这个Plugin功能强大但有点复杂 因此我帮大家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 只要跟着这支影片进行一次设定 你的笔记库就会具备快速把笔记转换成 基本型和克陋字两种卡片的能力 有了这两种类型的卡片 我相信就足以满足大部分念书的需求 另外,Plugin的设定中会使用到一些程式码 我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帮助档案 请直接从影片说明栏中下载ObsidianToAnkiPlugin.md 这个档案丢到你的Obsidian笔记库中 然后跟着影片一起做吧 首先我们要做一些在Anki端的设定 让我们先打开我们的AnkiAPP 然后让我们点选最上面工具列中的Tools Add-on 然后让我们点选这个叫做Get Add-ons的按钮 在Anki中安装Add-on或Plugin的方式 是在这个视窗之中输入这个Add-on专属的代码 这边我已经把代码准备好了 让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 按下OK按键 那Anki就会自动开始帮我们安装这个Plugin 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针对AnkiConnect这个Plugin做一些设定 让我们点选到这个Plugin以后呢 选择下面的这个Config的按钮 点开以后就会跳出一个像这样的视窗 里面有一些类似程式码的东西 那这边呢我们只需要做一样修改 就是把这一行有点像是一个网址的这个程式码呢 给贴到这个叫做WebcoreOriginList的这个东西里面 那在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格式 就是我们需要先按一个英文的逗号 然后再换行 那这边要不要缩排其实都没有关系 为了美观我是会缩一下 就是我们会按总共八个空白键 然后再贴上 这一行网址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修改就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东西 这边的数字啊 有可能你的会跟我的不太一样 但完全不用在意 我们重点就只是把这一行网址贴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按下OK完成设定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视窗关起来 然后为了让新增Add-on要产生作用呢 我们需要重新启动一次我们的Anki 让我们把它关掉 然后重新启动一次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Anki中的Note Type 笔记类型做一点设定 首先我们要点选Add按钮打开视窗 在笔记类型这边让我们选择到Basic 基本型的卡片 然后呢点选这个Fields的选项 让我们新增两个栏位 分别是Obsidian Link 还有Obsidian Context 这两个栏位 接下来让我们切换笔记类型 从这边点选 选到Close Card 克楼字类型的卡片 然后一样的在这边点选Fields的选项 然后让我们一样新增Obsidian Link 跟Obsidian Context 这两个栏位 新增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针对卡片的排版做一些调整 我们再回到Basic 在这边为了方便说明 我在这些栏位中都填入一些文字 那实际上各位设定的时候 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直接点选这个叫做Cards的按钮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设定卡片的格式 在这边让我们直接点选到Back Template这个地方 那在Obsidian预设的格式下面呢 我们要贴上一些我们自己新增的东西 这边我已经把需要使用的程式码准备好给大家了 请大家直接过来复制贴上就可以 贴上以后呢就可以发现 在这边呢首先控了几个控行以后 出现了我们放在Obsidian Link这个栏位中的东西 然后是Obsidian Context中的东西会显示在这边 这是卡片最后面的注解 像这样就设定完成了我们按下Save 接下来呢还有Close Card也要做设定 那我们再次点选上面这边切换到Close 我们一样点选Cards这个按钮 那选到Back Template 在这边呢我们同样的 把这段文字复制贴上过来 然后按下储存 像这样设定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视窗关掉 接下来可以在Anky之中 按需要新增一些牌组 以我们准备医师国考为例 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牌组 叫做国考医学知识 然后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牌组 叫做国考考古题 像这样子的两个牌组 到这边Anky上面的设定就完成了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Obsidian 开始正式准备安装Obsidian to Anky 这个Plugin 那我们直接点选我们这边的这个设定的符号 然后选到Community Plugins 也就是第三方插件这个选项 要是以前从来没有安装过任何第三方插件的话 首先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这边我们直接同意 选择Turn on Community Plugins就可以了 那点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Browse的按钮 我们在这边直接点下来 然后让我们直接搜寻Anky 就可以找到Export to Anky这个Plugin 我们点选它一下 然后选择安装 成功安装了以后呢 这边会有提示讯息跳出来 而这边也会出现一个可以Enable 就是启用这个Plugin的选项 我们再把它点下去 成功启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掉这个视窗 回到我们的设定页面 就可以发现这边多了一个叫做Community Plugins的标题 底下出现了Obsidian to Anky 让我们点选它一下 就可以进入这个Plugin本身的设定 那我们设定的第一步是要针对Note Type 也就是Anky中的笔记类型做设定 让我们点一下这个Note Type Table 在这串文字上点一下呢 它就会展开一个表格 在这张表格中 我们找到我们今天要使用的Basic和Close 两种笔记类型 那在它的File Link field中呢 我们选择Obsidian Link Context field 我们则选择Obsidian Context 把这些选择给它们 接下来呢 最前面有一个叫做Custom Rig XP的这个东西 在这边呢 我们则需要贴上两串对应的程式码 不用担心 这边也都帮大家直接准备好了 我们直接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就在这边 Basic中我们要贴上的是这一串 然后在Close我们则需要贴上这一串 像这样子 接下来是这个叫Folder Settings的东西 在我们的笔记库中 我们的外资料夹中包含了考古题 而内资料夹中包含了医学知识 因此我们会希望所有在内资料夹中的笔记 它所产生出来的Anki卡片 可以直接被丢到我们的国考医学知识的这个牌组中 相反的在外资料夹中 所有笔记产生出来的卡片 都可以直接被丢到国考考古题这个牌组之中 因此在这边我们就点选一下这个Folder Table 它就会展开一个表格 告诉我们我们的笔记库里面有哪些资料夹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直接设定 所有在内资料夹中的东西 我希望它被放到一个叫做 国考医学知识的牌组里面 而在外资料夹中的东西 则要放到叫做 国考考古题的资料夹中 像这样就完成资料夹方面的设定 那让我们再把设定卷下来 在这个Defaults就是各种预设值的部分呢 让我们开启几个重要的设定 首先是Add File Link 然后是Add Context 接着是Curly Close 让我们把这三个设定打开 那底下ID Comments本来就是打开的 我们也维持它原样让它打开 到这里呢所有设定都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看看 要怎么新增一些Flash Card 让我们来到我们之前写下的 一问一答的笔记吧 这里是Anterior Influction 让我们现在看着这一则笔记 我们当初使用的格式是 题目Flash Card标签 换一行之后答案 这个时候让我们按一下旁边 Obsidian to Anki的按钮 点选一下之后APP就会开始运作 那可能会要求一些存取权限 我们都按允许 那它跑了一下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底下呢 刨出了这一段神秘的文字 这个呢就是它所谓的ID Comments 如果我们进入阅读模式的话 其实看不到这一段东西 要在编辑模式下才看得到 而且是用比较淡的 不碍眼的颜色来呈现 而里面的这一串数字呢 就是Obsidian to Anki这个Plugin 用来追踪每一张卡片的序号 只要有了这个序号 日后我们有任何更新它也可以同步过来 那让我们点回我们的Anki里面看看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国考医学知识里面 多了新的八张卡片 考古题中则多了一张新的卡片 让我们点进这个牌组中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的第一张卡片出现了 这个题目也是一个EKG的波形 点选Show Answer的按钮以后 就可以看到卡片的背面 那在背面呢除了有我们写的答案以外 也有一个叫做Obsidian的这个连结 我们点选它一下 它就会自动把对应的这一则 叫做Posterior Influction的笔记打开 这边我们可以再验证一下 我们就是用一样的这个题目 然后Flashcard标签 换一行答案的格式 那这些东西也确实正确的 被转移到了Anki里面 变成了我们的Flashcard 而且更有趣的是 不止这个Obsidian的连结可以点选 我们在我们的答案之中 也插入了一些笔记内部的连结 在这边呢我们同样可以点选它 然后它也会自动的在Obsidian中 打开我们对应的笔记 因此我们在使用Flashcard复习的时候 想要回过头进到我们的笔记库中 寻找相关的概念的笔记 甚至是做一些修改也可以 比如说让我们回到刚才的Posterior Influction 这张卡片好了 在这边如果我针对这个卡片做一点更动 让是后臂梗色 然后让我再按一次这个同步的按钮 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再次看一下这张卡片的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后臂梗色这几个字 也被正确五五的同步了过来 因此当我们在做卡片做一做 发现这张卡片不够完美 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链接 打开这则笔记 在这里做一些修改 之后只要按一下这颗按钮 我们所有的修改都会自动被同步过来 让我们的学习过程变得非常方便 那让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卡片一一看下去好了 像这样子 我们当初打的东西呢 都可以全自动的变成了我们笔记库中的各式各样的Flashcard 看起来很好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国口考古题的牌组吧 点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了 最前面怎么会有这一段奇怪的文字呢 让我们打开这则笔记来瞧个究竟 那在之前基本操作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 发生一些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 第一步我们可以先打开原始码模式来看看 那让我们选择这边把原始码给打开 现在打开了原始码各位是否看出一些端倪了呢 没错Flashcard标签前面的这一整串东西这一整坨文字 都被填到了我们卡片的正面了 因此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不希望这一坨东西出现在我们的卡片里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帮他加个空行 加了一个空行之后呢让我们再按一次同步的按钮 那当同步完成我们再次回到Anki中之后 上面那一串文字就不见了 到卡片背面整个格式看起来也相当的正常 所以这边呢就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bug 就是我们会不小心在笔记的一开头 我们少了一个空行 就让一些多余的东西也进入了我们的Flashcard中 这个时候只要加一个空行就没问题了 这边呢让我们回过头来说明一下 Obsidian to Anki这个Plugin的原理 那我们在Anki里面解释这张卡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叫做edits的按钮 就会跳出一个视窗让我们看到这一则笔记 它在Anki里面的本来真实的样子 就是有四个栏位Front Back Obsidian Link 跟Obsidian Context 那我们把这个视窗跟我们的Obsidian笔记对照看 就可以发现Obsidian to Anki 这个Plugin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它以Flashcard这个标签当做一个标记 标签以前的东西呢 它就会放到Front这个格子里面 标签以后的东西它就会放到Back这个格子里面 我们刚才在设定里面贴入了那一长串 看起来很复杂的程式码 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呢它会自动产生Obsidian Link 跟Obsidian Context的内容填入对应的格子 而这四个栏位的资讯进入到Anki以后 我们透过Anki本身这个Cards里面的设定 我们就可以设定说在卡片的正面 我们要显示Front栏位的东西 卡片的背面呢则要秀出Back栏位里的东西 以及Obsidian Link跟Obsidian Context这两个栏位 而这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想要编辑这张卡片 修改这张卡片上面的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在Obsidian的这个编辑视窗中编辑 我们需要做的是点选这个Obsidian连结 回到我们的Obsidian笔记库 在这边做编辑 然后再透过按这个按钮的方式同步过去 如此一来我们才可以保持我们复习用的Flash Card 跟我们学习用的笔记之间是相同的版本 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也很实用的卡片类型克陋字卡 就是我们可以拥有一段文本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段文本中的重点的关键字给挖洞 来测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回答这些填空题 这边让我们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假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这段文本这句话 那现在就让我们在这句话中把重点的词挖几个洞出来 我们挖洞的方式呢是用大刮弧 把我们觉得是重点的部分给刮起来 那现在就让我把伦敦贝克街还有拉小提琴这几个字呢 这几个词呢都刮起来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则是要打出一个Hashtag 然后输入Close Card 这几个这个关键字 有了这个关键字以后 Obsidian to Anki才有办法帮我们把东西转换到Anki里面去 那但是呢光是这样其实还是不够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按一下这个同步到Anki的按钮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这一串字呢并不会被转换成克洛子的卡片 因为我们还少了一件事情没有做 我们必须换一行 然后在这一行中呢任何东西都可以 我们需要打一些文字 在这边我通常都会使用一个短线 也就是表示条列点的短线 那我自己喜欢让格式统一 我会让这里长的跟基本型的卡片非常类似 也就是上下两句话呢我都会给它一个条列点的符号 像这样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次按一下这个同步到Anki的按钮的话 这一次按下按钮以后成功讯息跑出来 底下也出现了这一行comment ID 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卡片已经成功被转到Anki里面去了 让我们来把Anki打开来看看 在这边呢因为close card示范这一则笔记 并没有被放在任何的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们刚才针对资料夹座的牌组设定不会发挥功用 所以因为这一则笔记而新增出来的克洛字卡呢 就直接被丢到了default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点它一下就可以发现第一题就是把伦敦这个字给挖掉 像这样 第二题呢就是把贝克街这个字给挖掉 然后第三题是把拉巧提琴这几个字给挖掉 像这样子的克洛茨卡片 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当我们把这个卡片翻到背面的时候 我们打在close card空一行后面的这个条列点的这个短线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呢 让我们点开edit看一下这张卡片的真面目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text 背面这个叫做backextra 也就是说当我们卡片翻到背面之后 除了克洛字题目的答案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在背面显示一些其他的补充资讯 因此在close card这个标签的下一行呢 我们一样也可以打一些文字让他在背面会出现 比如说这边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注解 像这样我们再次按更新 按下更新以后就可以看到backextra这个格子里面 马上就多了sherlock holmes这样子的注解 那我们把克洛茨卡翻到背面之后呢 他也会跟我们说sherlock holmes 克洛茨跟基本型卡片的差别在于基本型卡片只能一问一答 一个单位就是一张卡片 但是在close card里面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他其实我挖了三个洞他就会产生出三张卡片来 那除了像这样子很单纯的三个洞就三张卡片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挖洞的部分给群组 我们使用的方式是打一个编号再加上冒号 比如说我希望他同时问我伦敦的贝克街 这两个洞要一起挖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问拉小提琴 像这样子的话这个单位的克洛茨卡片就只会产生出两张卡片而已 让我们再按一下更新 那更新完成以后在Anki段我们也可以发现这边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改动 那让我们看看现在卡片变成了什么样子 首先是有拉小提琴的这个卡片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错误的讯息 这则错误讯息产生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本来这个单位他产生了三张卡片 但现在只剩下两张卡片 于是在Anki之中就多了一张空白的卡片 他显示不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这边的tools 然后Empty Cards 在这边呢就会告诉我们有一张卡片是空白的 选择Delete我们就可以删除这张空白的卡片 那刚才这张空白的卡片消失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卡片呢 就是这一个笔记单位他所制造出来的一号克洛茨卡片了 这张卡片同时把伦敦跟贝克街这两个部分挖洞 接下来除了可以把挖洞的部分群租以外 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些挖洞的空格部分做出一些提示 比如说现在这一题我们看到的题目是他住在哪里的哪里 像这样的题目其实很烂 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就是要我们回答 伦敦的贝克街还是英国的伦敦 甚至是贝克街的QQ1B 这样就会让这张卡片意义不明没有效率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提示的文字 比如说在伦敦的后面呢我们就写上城市 然后在贝克街的后面我们就写上街道 这里输入提示文字的格式呢是使用两个冒号 双冒号之后呢直接打入我们需要的提示文字 接下来拉小提琴后面我们也给他一个提示 让我们再次按下同步的按钮 这时候当我们再次回到Anki 就会显示成这个样子 提示的文字就会取代空格而显示在这边 那我们翻过来以后长的是一样的 下一题也是这样 以上呢就是Close Card可以使用的所有格式 活用这些功能我们就可以相对快速的产生不少对自己有用的卡片 比如我自己在准备综艺师国考的时候 就是使用克漏字卡来帮助我背诵伤寒论的条文 像这样的克漏字卡片让我可以轻松挑出我需要记忆的条文重点 设定一些提示文字 让自己在复习的时候搞清楚现在要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卡片背面的注解部分 我们又可以新增一些比如说方记的组成 或是这个条文的解析注释等等 一些在复习的时候供自己参考的资料 影片看到这里各位也跟着完成设定了吗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开始使用Flash Card 让你再也不会忘记任何你决定要记住的内容吧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还会继续更新各种实用的笔记书 祝各位学习愉快 国考OPAS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